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P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河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宝》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网友好 好了,今节我们讲讲,哎呀,真是世界末日,不是没有电视看 是没有 薯条食,当然啦,又不是全部没有的 这个,黄友家乡,日本国 什么事呢 就是 24号开始 居然 停售中 薯条和大薯条 这个老麦 老麦居然没有薯条卖,好笑吗 除了吃包子之外,就是吃薯条 这个是指定动作 原来 老麦没有薯条卖,就和一个国家有关的 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因为大洪水 所以 温哥华港口 的运输作业 还未恢复 导致 进口原料短缺 那么 老麦 日本麦当努说 对不起 24号起,星期五 星期五也挺麻烦的 平安夜没有薯条吃 哈哈哈 只能卖 小薯条 小小 其实我买三份就可以了 那也是不值得的,你买一份大的等于 对 对 你说得对 三件一定份量是比较多的 而且比较多的 究竟什么事呢? 就是加拿大卑斯省上个月 因为年日的大雨 导致严重的洪水 部份地区更加出现了泥石流的迹象 多条高速公路 所以被迫关闭 通往加拿大最大港口 温哥华港的铁路 亦是被迫中断运输 所以物资就瘦了 因为 其实美国 就在加拿大 老麦 很多 很多的 产品出来的 老麦 采取 航空运输来解决 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但是 你快亦有个谱 所以 日本的老麦就说 为了尽可能 令消费者可以享用 薯条的话 只可以 买 只可以买小的薯条 中薯和大薯 从星期五 即是24日到12月30日 就没办法 没得买 但是很搞笑 薯饼就照常发售 但是两样东西 这个Hashburn 和 Frys 不同 麦当劳希望 供应中断问题 可以赶在 这个 随值之前 即是 12月31日 就要解封了 即是薯条也要解封了 这段期间 麦当劳 日本 的各大餐厅 都会 做什么呢 有其他的优惠活动 因为你买不到 中薯和大薯条 就给你一些甜头 那么 这项目 quegram 提供50日日日的套餐折扣 挺好的 有甚麽 mejor 那可未知 虽然 可能 就比 一项以至少 比那些拖 cot 是便宜一點 7月份是高溫天氣 搞得很嚴重,旱災 想不到 到了11月份 又是 大洪水,即是大旱之后又有大水 其實這樣也 挺辛苦,太極端,沒錯 這兩個極端天氣 其實是跟氣候變化有關 而卑斯先生所經歷的 這些事情 令人看到一件事 極端天氣事件 是 黑不容緩去阻止它 那怎樣阻止 阻止全球暖化 降低碳排放 只可以這樣 6到8月之間 加拿大的卑斯省 因為熱浪 造成了接近600人離開這個世界 當然 乾旱 也是挺辛苦的 但是11月又出現了大型洪水 唉 令到 大家日子覺得十分地差 現在 這個就是 我們說的 蝴蝶效應 你不要以為 只是它的事情 會有一系列的 東西出現 一系列的東西出現 這個 就叫做 compiled effect 是 產生複合效應 我剛才說蝴蝶效應 不是太準確的 是複合效應 乾旱令植物失去水分 容易 有一些 可能 有 山火出來 加拿大很危險 對 當然 變成灰準之後的植物 他們 就令到 泥土的滲透率降低 那就意味著 雨水更加容易 流走 而並非滲入地 從而引致 大洪水的爆發 和山泥傾石 這次 這個現象 真的令到加拿大 很嚴重 我記得他們的肉類 各樣東西都是因為這次的大洪水 價格高期 想不到 搞到日本那麼遠 來自北美的 加拿大的事情 令到日本人沒有薯條吃 薯條坊 日本媒體就說薯條坊 加拿大 林業 將整片 林木 有些地方 就 斬光了 令到 雨水 之後就到暴雨 惡化 所以這些就是 暖地撼乎木材的結果 供應鏈的事情 當然是全球的 除了沒有薯條吃之外 原來 有件事 全世界都很缺的 在供應鏈當中 是什麼 就是單車 單車 是的 現在 單車原來在美國也很貴 好像加州 的平價單車店 這樣叫P字頭 我不幫他買廣告 他們有幾種 車型 都已經是缺貨 他們就說 這個 叫做疫情 期間的孩子 不知道 因為 有幾個車型 在疫情期間特別好賣 這個車型 在哪裡出的呢 是中國 來自中國上海 要運到洛杉磯 之後 再用大貨車 運到全美國 這間單車店 全美國200多間店鋪 跟很多人一樣 這間單車店 就說 老闆 叫做Don Don 說 我們跟很多其他商品的供應 公司一樣 現在供應鏈是極大的危機 只可以 到處去 看看有沒有司機 因為司機很難請 他去找門楼公司 同樣地 還有 一件事 就是 電池 電池 不錯 利利子電池 市場相當緊張 因為馬來西亞早前疫情 令到工廠關閉 航運成本飆升 集裝商 困在堵塞港口 當然 還有大馬因為 做一些 中下游的 晶片 但是 中下游晶片 馬來西亞都關了很久 所以全球都缺 所以我們看到一樣的就是 為了滿足美國日益增長的 單車的需求 只可以 不許 也是用過招 自己包機 包機的單車 包機的單車 比貴的單車的成本 但沒辦法 因為真的很賣 這款單車本來不是貴的 現在單車 是歷史上庫存最低的 在美國來說 有人估計 本來 應該會賣出 一個型號 平價單車 最少疫情 是會 賣出100萬糧 但是 因為供應鏈 的斷列 搞到 是 得意到30萬 可以賣到 第一季 全 美國的 他的庫存 嚴重不足 還有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特朗普的壞人 之前 不是加徵關稅的 所以 單車的製造商 他們 如果要出口單車到美國的話 都是要加徵關稅 你稅高了 人家就進口少了 之後的疫情導致 需求激增 所以人家貴也賣 但是貴也賣不要緊 是沒有貨 是嗎 沒有貨 所以現在只可以包機 你想想單車店也要包機去買單車 如果他們說不買 他們很多店舖 基本上 貨型是十分少 即是有些 高檔的單車不是在中國製造的 但是 那些就貴得太沒人買 但是這些中檔或者 中低檔的單車 很多都是來自中國的 那些是最好賣的 他們覺得那些貴一點也肯買 因為那些高檔實在太貴了 其實 小BC外公也有一部單車 二手單車 我也不知道為何二手單車都要一千元毫幣 二手單車也 那些應該是特別的金屬 對,因為它有時會參加一些比賽 是會參加一些比賽 大馬Sir,你應該看到有些單車 一隻手指可以摔得起 是 就是那些 你上次說你的朋友都很喜歡玩單車 可能就是那些 那些漂亮的單車 漂亮的單車 是的,那些是漂亮的單車 另外他們也想到第二個方法 就是 在中國 找多些製造商 就像剛才我說的那間 大型的美國連鎖單車店 在中國他們已經有五間供應商 即是幫我們 做單車 亦有兩家在台灣地區 當然了,五家是指中國大陸 兩家指台灣地區 一家在越南 亦都要早點下訂 跟之前那些玩具廠一樣 不然就不行了 後來 因為 數目 真的太多了 又出現了第二個困難 就是零件缺貨 最後 本來打算訂一萬架單車 後來只可以得五千架 即是 一個星期 一萬架都 做不到 其實 很糟糕,一萬架很少試 另外發貨時間 亦是十分地久 本來 最多就是 兩三個星期就到 後來 到達加州的時候 由上海就兩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到達加州 就足足用六個星期 六個星期都不僅 就是 要等貨車去找 你知道 美國都是很缺貨車司機 又要等多六個星期 所以 有些單車 因為你知道港口都是 濕 居然在集裝水中 腐爛了 慘 慘 真是慘 所以這些單車 一送到 橙棍的時候 已經有損耗 又洩一筆 所以 除了 貨不夠 或者訂貨要延期之外 整條供應鏈的價格 都在上漲 所以 本來他都想 自己 跟其他行家 租船 都是慢 最後 就 很慘地 要 出大量的成本 飛機 之前 都有一些 玩具廠 你想想 玩具都用飛機 哈哈哈 玩具用飛機 不過玩具更加急切 聖誕節之前 當然是大賣 你看 如果過了一月份之後 有沒有人 真的 繼續買你的玩具也有 但是沒有聖誕和新年買那麼多 是嗎 也是 另外他也計過本來成本 就是8元美金 就是運一部單車 後來 成本 就變成18元美金 之後繼續升 他現在也不敢計成本 因為你要看一看如果再這樣 寧願有些舖頭就收拾了他 沒有貨 這個現象不單是單車也不單是薯條 澳洲的另一個行業就是 建築行業 小弟所做的 有些都要收拾 因為 那些 材料成本太高 如果高得制的話 那些人就不如不蓋房子 或者你之前和你簽了約是這個價 後來 他又升了價的話 就自己吃光了 之前社長都說過 不容易的現在做生意 你沒有實力的話 就是停收拾的 為何那些 沃爾瑪依然 健在呢 因為他們 很有實力 他有自己的 貨車隊 亦都自己去 有這個貨櫃船 亦都用飛機 大公司是不同的 但小公司也很難搞 你想想老麥 老麥 都是要出這招 日本老麥 都是要出這招 叫做薯條坊 何況是小公司 是吧 好 這次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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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